歡迎大家收聽有機媒體的攝影頻道 學人攝影 今集又是我司徒 還有請到Joe師傅上來 跟我們一起講一下攝影的心得 這次就不會再講游山換水了 講另外一樣也是Joe的強項 就是黑白攝影 Joe,這次有什麼帶給各位聽眾 現在時興採飾相 其實應該這樣說 現在一定是數碼相機 其實數碼相機裡面有很多功能 拍出來不同風格 主要都是拍彩色的 但這次想跟大家講 其實數碼相機裡面的黑白 和菲林相機裡面的黑白 基本上的差異不是很大 但最重要的是 攝影的角度和取材 就看到高效立見了 例如其實拍黑白相 最好去什麼地方拍攝 因為我的經驗就告訴我 就是去大澳拍照 大澳在外面 就是石灘、泥灘 如果有些太陽照下來的石頭 就有些光、暗 你如果用彩色的模式去拍攝 你就覺得看不到對比 但是如果你用黑白的話 就看到一個很鮮明的對比 你知不知道 其實什麼情況下 需要這麼強烈的對比 用黑白相 因為黑紅白 就是想拍什麼 例如拍攝石頭 因為石頭有反光 可以拍到 另外有水光 但我想請問 如果拍攝石頭 其實石頭為什麼真的需要一個反差這麼大 因為你才能夠看到一個層次感 如果你只是一塊石頭 那一塊石頭 它不會動的 但是你那些光線 或者黑暗的對比 做得不夠的話 基本上它沒有靈魂 一塊石頭 但是如果能夠做到一個深淺的對比 你又會覺得那張照片 是很有生氣、很有動感的 但是如果 如果我用回普通就這樣 不是黑白用回彩色 平時攝影 其實我們都 是不是不可以這樣拍攝石頭 可以 不過對比就沒有那麼強烈 OK 其實也是 因為黑白攝影 只有兩種顏色 其實不是的 應該這樣說 黑白攝影 沒錯 只有兩種顏色 黑和白 但當中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層次 黑和白中間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層次的顏色 其實黑白攝影就是 帶給人一種非常強烈的對比 其實Joe 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其實 一向自己本身都喜歡拍黑白照 因為覺得黑白照是很有那種感覺 但那種感覺我講不出來 很有Feel 拍黑白照就是 我取材就是 為什麼先用石頭呢 因為比較容易一些 因為只有石頭 所以一開始 如果想學拍黑白照 就先拍石頭 最好就是有充足的光線 陽光 就曬下來拍了最好 拍的時候 你不要後期加工 現在可以後期加工 黑白的對比 但是你拍的時候 首先 就站對一個角度 看到那個石頭 最好就是六成是光的 四成是黑的 那就最漂亮了 OK 那些石頭最好就是沒有一塊 是 一堆 一堆裡面有一些縫位 那些縫位就可以比較黑 如果是曬到光面那些 比較光 如果是光面那些 就比較光一點 那就很漂亮了 嗯 但是其實你這樣說 會不會被人感覺 好像悶一點 那樣的 那張照片沒有什麼生氣 如果 你覺得你掌握到 拍黑白照的技巧之後 你就嘗試可以拍水的波光 那些波紋 是 那些波紋 那些波紋是不停地動的 那就很難 就是很難 掌握到黑白的對比 那如果你拍到石頭 已經有這樣的經驗 我相信你拍波紋 也是很容易做到 嗯 那阿祖 其實你 是不是建議 那些人一拍就 就是不好 因為其實現在拍照 很流行把效果轉來轉去 是 尤其是如果你的相機 高級一點的 可以拍到RAW的相片 嗯嗯 其實你開頭可能就這樣拍照 你去到後期 你可以直接把它轉黑白 嗯嗯 其實這樣 我覺得不好 這個是有失真的 那你根本擺得到 明覆相是彩色的 嗯 你出彩色的相片 你用來轉黑白的 那些是不好看的 是 真的完全不好看 OK 那還有 剛才我留了說 就是 當你拍完波光之後 就開始可以拍雲的相片 是 拍雲 因為雲就很難拍 因為雲就只有白色 嗯 如果是好天就白色 那如果去拍那時候 因為那天 如果你是用黑白照去拍那天 它不是藍色的嘛 嗯 它又變成灰灰的 淺白色的 嗯 但是如果你拍到 雲和那個天空 兩者構成的對比 也是非常之漂亮的 嗯 其實我有個 有個問題 是不明白的 嗯 其實剛才阿周說 失真這件事 嗯 其實石頭也好 嗯 雲也好 它們原本的顏色 就不只是只有黑白色的 嗯 那為什麼我們要 用黑白照來拍出來呢 嗯 其實會不會 這樣才是失真呢 我覺得就不會 嗯 我覺得這個 我剛才跟大家說 拍黑白照最重要的是 就是感覺 是 是 感覺是好 是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失真來講 是沒錯 是拍黑白照 可能是 沒有了一些顏色 好像沒有那麼漂亮 我又 但是我會覺得其實 可以嘗試用另一個感官 另一個世界去看 這個世界上的其他東西 嗯 嗯 非常之 圓啊 圓啊 還有呢 拍完這些之後呢 可以嘗試拍人 人的輪廓 面 面有陰影 那些部分 都可以用黑白照拍也好 嗯 黑白 因為呢 其實呢 我本身呢 比較少拍黑白照 但是呢 我有時呢 都會看看其他人拍黑白照的感覺 嗯 其實呢 拍黑白照呢 其實不一定 帶給人的那個強烈的感覺 其實有時候呢 看見黑白照呢 心裡面呢 好像很平靜 嗯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當這個世界呢 只有黑和白 那這樣 好像廣告的 怎麼這麼說 黑白配 不是 如果當這個世界呢 沒有那麼多色彩的時候呢 只有兩種色給你選擇呢 我覺得其實 那個人好像 那些煩惱沒有那麼多 嗯 嗯 是的 就是我有時候呢 看黑白照呢 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嗯 其實呢 你說黑白照是帶給人強烈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是的 但是有時候呢 強烈之餘呢 你看到那張照呢 其實可以是很舒服 很平靜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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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跟大家說呢 除了拍那些 你剛才說的比較自然的景物之外呢 其實可以拍立法會大樓那些 就是比較古舊建築的 外面有一條長廊 嗯 那外面就是拱形那些 那如果有些陽光曬下來呢 嗯 如果你用黑白照拍的話呢 就很漂亮 嗯 拍我的光 地下呢 就有一個倒影就是圓的拱門 嗯 那那個就會是白色了 嗯 那其他全部是用 就是有黑白 有陰暗之分 就很漂亮 嗯 還有呢 你說如果拍黑白照呢 有一件事我都覺得 可以推薦人試試去拍 就是人的皺紋 嗯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當你對著一個老人家 你拍他的皺紋拍出來 你真的會見到 對比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就是會見到黑色很深的一條坑 嗯 就是我覺得反映到 歲月不留人這件事 其實 就是如果你用黑白去呈現 其實這個感覺呢 更加大了 嗯 還有呢 我記得有一幅經典照呢 就是 我不記得很久年前的 有一幅呢 用一些椰 大家吃過椰菜 嗯 那些椰菜呢 就很大塊 那有一些波紋 嗯 那放在平鋪 放在那裡拍 嗯 但是拍了之後 拍了出來的攝影師說 我跟別人說這個是波浪 為什麼呢 因為它椰菜有坑紋 它的深淺度 它的對比度做得非常之 但是那些人看不到是椰菜 看不到 因為它用很近鏡地拍 很近地拍 就是你把照片看出來 是像波紋的 OK 影道是像波紋 但是那個攝影師說 其實是一塊椰菜 OK 拍黑白照 就是有這種無盡的想像空間 嗯 其實如果你用錯色相 你根本沒有可能 將一個椰菜變成波浪 你沒有看到綠色的波浪 嗯 你這樣說 其實我也覺得對 因為其實這個世界本身 就是色彩繽紛的 是的 其實如果你真的 只是看到黑色和白色 我覺得是不是這個世界呢 我覺得就不是這個世界 嗯 如果你純粹用一個黑白攝影 去呈現這個世界呢 嗯 就會將你看這張照片的人 帶到一個不同的層面 嗯 嗯 就正正好像阿Joe 剛才那個例子那樣 嗯嗯 還有呢 現在很多的攝影店 是會將幾十年前的照片 就是那些 以前可能的生活照啊 或者以前 就是年輕的時候 拍攝的照片 變回現在彩色的照片 其實我覺得呢 嗯 是可以 將他的照片 更加有靈魂一點 因為比較有彩色 有些衣服啊 當時的環境 即更加呈現到當時的環境 是的 但是 這個就是一個優點 但缺點呢 我覺得你沒有 你沒有了那張照片 所帶給出來的時代感 其實 因為你當年就是用黑白去拍 嗯 我覺得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 我不知道 你之後轉照的那個 是不是原創者 是 我覺得其實如果那個原創者 當時是用黑白照去拍 嗯 其實他的心態 應該是完全導入了黑白攝影的世界裡面 嗯 即是如果你再把它 強行轉成彩色 沒錯 是真的可以反映到當年 那些人啊 那些情況是怎樣 但其實是否真的原創者 嗯 本身的意念是這樣呢 嗯 其實我覺得攝影是創作而已 其實你說攝影裡面有沒有理論 有理論 但我覺得如果你是攝影那一刻呢 嗯 其實完全是根據你的心情 去按那一塊門而已 是的 那如果 當時的創作的人呢 是一個 影黑白照的心情去拍照呢 其實你之後再轉去其他顏色 其他色彩呢 其實已經 即是我覺得已經是 即是 可不可以說是違反了那個原創者的原意呢 可以這麼說 是的 可以這麼說 還有現在其實呢 這些潮流呢 現在流行數碼相機 大家都有 那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的攝影模式 例如有黑白色 有什麼 有黑白 有懷舊 有懷舊 現在是很流行的 有些是Lomo相機 有些可以拍到Lomo相機 有些是底片 是的 底片 有些是油焦 其實可以有很多很多 那我又會認為 其實你用哪一款攝影模式去拍照呢 都不要緊 是 最緊要就是 你拍那個對象的時候 你又沒有用心去拍照 這個是很真的 是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不建議大家用那個 黃黃地色的 嗯 就是這樣 黃黃地色 那那個是什麼呢 我們休息一會兒 我們再回來 再繼續討論一下 好